这个部分的话这边应该是太长了 所以我们会修掉 这个我会到时候会继续修 然后我们再来看下面这里 这也是太长 到时候我再补起来 好,现在补好了,看一下差在哪里 之前的都太做作了 这个也要修 但是还好不是什么大问题 所以大概剩下的部分 我就自己修 然后这个底法 看起来比较僵硬 我这个器呢 欧阳巡本身有几个写法 都我就觉得很好看 那可以去字库里面查 然后 这个的写法就是尽量不要这样 应该要像这样的写法 它不是有一个变体字 这样写一笔过来的吗 这样看起来字才不会比较乱 那么这个是针对 比较标准的写法 来写的 所以这个勾记得不要那么长 好,那有些小的地方我再修一下 好,这细节上就是 会花,像这里的地方的话 会花比较 这边细节上会花比较多时间 因为纸有时候会毛毛燥燥的 写出来就是会有凹洞 所以我就说一个字要修很久 尤其是前面那个字 老师修很久 好,其实这边刚才也修过 你看他这样子就是会有一些 比较不圆滑的地方 那这个 勾的话也真的不要太大 为什么呢 因为这边已经有点了 这样看起来比较会舒服 那么大概先修到这里 我们再来换下一个字 好,接下来这个字看起来就很惨了 这个缺点都马上跑出来 很明显 很明显就是这里嘛 还有这里这里 这里也都不对 点还OK 所以有撇的地方就是笔法会错误 写的时候注意一下 其他部分老师先来自己修 不然再看下去会看好几分钟 接下来关于这个字的结构 我刚才一直就在想 而且我还去隔壁 我的另外台电脑去查所有的凯书 我讲一下 欧阳巡 他这个真的 右边的箭 写蛮高的 然后我就觉得 不对呀 不好看 这个我觉得 第一笔应该对这边 第一笔从这边对过来 应该写这么低才好看 结果他所有的势 都是这么高 然后就不信 写 去查所有的凯书 大部分都这样写 只有储碎两 储碎两的其中一个 就是对这里 还有少数的书瓦加对这里 可是我最后又突然想 不对 我的结构规则 里面 箭 只要右边有箭了 就是都要偏低写 像观察的观 然后呢 即使是雁台的雁 雁台的雁 我以前有试写过了 也是要右边低 好看 所以这个字 我是觉得比赛的时候 可以写 对这里 右边低一笔 不一定到写到这么高 应该是这样 比较好看 那这个部分 我先录到这里 三分钟 四分钟